為甚麼?這麼看不開呀? 他超人 馬來神功的威力真是驚人 這樣也會沒事的 你們看不看? 紀錄地那個人才彈高成兩尺 不過他只不過是略受震驚 根本上連小小的傷都沒有 羅斯利這一行表演 一定會令到你們大開眼界 由二十六尺高跳下去 短短兩秒鐘的時間一跌到地上 生與死只不過決定在一殺馬之間 馬戲班的空中飛人大家都看過 這樣飛法看過沒有? 他閉上眼運氣 盡量集中他的精神和身體的力量 他也會用來弄一下 先看一下, 他快跑下去了 通常從那個高的地方跳下去 都是頭去下舌頭的 可是羅斯利呢 是腳下舌頭 看不清楚, 再看再看 再一次 有沒有事呢? 似乎就沒甚麼事了, 只不過是受了多少震盪 神功弟子他們打又打不傷, 跌又跌不死 難道他們的命是特別硬的? 那些人問過羅斯利的感覺是怎樣? 他說他無法形容, 即是知道跌落地之後, 腳碰到的地方粒了三寸 他演出這麼成功, 每個都替他開心 尤其是師父更加引以為榮 簡單, 丟在地上那裏, 當然是沒有救生網 同時雙腳要先落地 這樣還未算 師父認為太簡單, 要加快玻璃 真是這麼做 就好像在高樓大廈的玻璃窗那裏跳上街 更加可以顯示出馬來神功的威力 看著, 別眨眼了 看著, 別眨眼了 這麼精彩的演出, 的確是難得一見 他現在準備站起來了 如果你們覺得剛才看不清楚 不要緊 我們可以把衝動交慢二十倍給你們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接吧 接吧